大家好,歡迎大家回來核子思辯,我是核子巴仁 今集比較簡短,但非常重要 為甚麼呢? 我們一起回顧過去2021年的自己究竟有多少進步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說,其實也說了不止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五年 大家每一年定下來的一個新的計劃,究竟進行得如何呢? 進度去到哪裏呢? 我想在這裏,大家可能是按一按暫停 拿回你年初做的一整年的計劃出來 大家看看究竟完成了多少樣子呢? 究竟有多滿意呢? 我希望大家做一件事,就是在旁邊加分數 剔做的,而做得很滿意的,就給100分 然後如果做得一半,又或者未做完,做到一半還在進行 那你就可以打一聽一點,然後寫分數在旁邊 那如果你有這麼多,有10樣的話 每樣就有100分,加上應該有1000分 那如果1000分你計下來,其實大家都可能只有400分 那你就會知道,原來我想做這麼多事情 最後得到你整年的總和,都可能做了三分之一 又或者做了四分之一 那你未來2022年的一個新的計劃 那就可以更加進步了 大家要清楚知道一件事 名單上高,又或者列表上高的10樣東西 基本上就是你最想完成的 即是你可能在整年裡面最想完成的10件事 如果這10件事,你都是完成的分數,不合格的話 那你自己對自己的達標效果一定是不高的 一定是差的 那麼我們就要重新去定義 究竟什麼是真正想做的事 又或者我希望大家再在旁邊拿一張白紙出來 就寫回2021年有什麼是這10件事以外 做了你覺得很開心的事 那如果你說我做了很開心的事 中間突然加插了一個新的職位給我做 又或者新的事給我做,我做得很開心 而這個開心和成功感是可以蓋過了之前的10件事 好,你就照給他一個分數 那如果你說我有5樣東西,他很開心做了有500分 其實你上年的總額應該都是很開心的 因為你已經做了一些比那10件事更開心的事 又或者是更重要的事 這一點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那到底上年的總額下來,覺得自己是否合格 那大家要知道,合不合格這件事 都是很關注在自己的感覺上的 那如果你說上年已經覺得很開心,覺得很快 那可能已經是撇除了這10幾樣東西得出來的分數 已經是得到一個非常高的價值評判 那你也不需要說再去擔心任何事情 因為你活得開心 但是如果你說實實在在下來 是因為某些事而覺得成功的 那你就會得到一個更確切的方法 和更確切的分數給自己 而簡單來說,如果你想一個角度 其實我2020年或者2019年都沒有任何計劃 而你去年已經做了三分之一的計劃 那其實你已經有一個很大的進步 因為之前你沒有任何計劃 到現在你開始有一個計劃 開始計劃的時候,你已經完成過三分之一了 其實你也是值得高興,值得慶祝的 慶祝是什麼呢? 比以前更好 那你下一年就會更有動力去做一個新的計劃 而這個計劃的達成率會越來越高 還有我們要認清2021年的計劃 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想做 還有有多少是其實不是這麼想做 你要想想一件事 通常達成的都是一直想做的事 而達成不到的都是 偶爾有一個紋身出來的念頭 突然想做的 那我就寫下去 不是一個長年累月得來的想做的事 或者是需要做的事 而是一個突然爆出來的想法 而那個想法隨著年月日 很快可能會消失了 所以就一直都不會達成那件事了 OK,簡單一點 我會反覆看自己上一年 2021年的to do list 其實我是做了大概七至八成 我也是越來越進步 也未達到100% 或者分數有些是做了一半 有些是做了七成 去到最後一天我都會繼續做 或者如果不分年月日的話 我過了1月1日 其實我都可以再做了之前的 100%裡面的剩餘的10% 15% 我都會繼續做 因為那些都是我正想做的事 不要說2021年做不到的事 今年就放棄了 直接不做了 其實有很多事都可以延伸下去 繼續完成 總之那件事是你覺得有需要 對你有進步 以及令你開心愉快的 那就可以了 而新一年的list 我相信會減少一些東西 因為去年那個to do list 真的有很多 我記得是有十幾二十個範疇都想做的 又或者是都需要做 令自己進步的 今年我會再專精一些 在某些項目上的項目 去專精做好它 而令到每一個to do list 上的項目 都是做得最好 沒有精一球精去做 那就是2022年我想做的事 如果大家說 我有2021年的list 有2022年的list 都可以對比一下 究竟我這一年來 思想上的變化有多大 原來我2021年想做的事 有很多都失敗了 又或者很多完成了都沒有後著 我們在2022年的時候 就可以做一個計劃 是有些可能是比較長遠的計劃出現了 因為之前都是做一年的計劃 不如我們試試找一些2022年 可以寫明是一個三年計劃 兩年計劃 五年計劃 是可以長過一年的 當然 你說其實我五年計劃 都可以解分每一年的進度是怎樣的 這個也是成為你當一年的重要項目可以去做 而這個項目你是會 2022年 23 24 25年都可以繼續做下去 這件事對你將來是一定有特異的 例如說 我今年想學踩單車 我五年計劃 是做一個環化單車賽的參賽選手 然後在第二年 我開始就要做一個台灣的環島遊 然後就去不同地方做環島的單車之旅 然後最後期的第四年 可能就是做一個深度的訓練 第五年就可以出去比賽 這些全部都是你自己的想法 但是你想得出 寫得出來 就有機會做得到 如果你說我興趣 只想踩單車 學單車的 那你用一年時間 基本上你一天都已經學得到 但是如果你說要精一點 再好一點 你可能要用一年時間去鍛鍊 從不會踩單車 去到會開公路車 也是有一個難度 也要去學很多不同的知識 那你就要把想學的東西 你想學單車 其實你想學單車 想學得多精 這些全部都寫下去 對你踩單車這方面 是一定有幫助的 OK 這就是今天想帶給大家的東西 記得評論 2021年究竟做了多少 完成了多少 有多少進步 接著要看一下上一年 滿意程度 或者快樂愈悅的程度 究竟有多高 其實如果很高的話 其實之前的十項目都不重要 因為今年我跟家人相聚的時間多了 或者我已經進入了人生第二階段 例如結婚生子 快樂滿足的感覺 已經是蓋過了其他 這些你自己都可以記錄 因為這些開心的象徵事件 其實是可以帶給你很多 十分高的靜能量 這些你回顧的時候 你的人又開心了 情緒又會平復 或者是去到一個靜能量的水平 OK 之後記得寫2022年的to do list 有沒有東西可以在2021年延伸 然後再把計劃拉長 或者是看得再長遠一點 然後再對比2021年和2022年 究竟有什麼分別 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思想 有沒有進步 或者是去到哪一個位置 或者是我的環境已經轉變了 所以我所有的計劃都要改變 OK 這件事 希望大家和紅及子一起做 我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我個人認為都是寫日程和to do list 以及用任務來做 這件事非常見效 希望大家可以和我同步一起做 下一次我再跟大家分享 究竟我這一年裡面做了什麼 或者是完成達成什麼 或者是失去了什麼 或者是換回什麼 OK 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先跟大家說 拜拜 好